Lio聊世紀 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葡萄人對上瑪雅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好 現在已經來到了全新改版 現在葡萄人對上瑪雅人 應該也會有一個不錯的有趣的現象 那葡萄人呢 他也很適合買賣流 因為他的買賣呢 是所有的黃金兵都是八者 省下的黃金可以透過買賣 看一下這個買賣能不能打到一些特殊的戰法 好 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這邊是出生點位 十點鐘方向的Hot 選擇到了葡萄人 葡萄人特色呢 是全部的黃金兵八者 而且火槍跟火炮 火炮塔 剪下精冠技術 火神槍之後 就可以獲得彈道血的效果 那葡萄人呢 他的打法比較全能型 步兵 騎兵 攻兵 都是三攻三防都有 但是他的落馬線比較弱 沒有大落馬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MBL 選擇的文明是瑪雅人 瑪雅人的特色呢 是他的 自願永續效果增加15% 踩的自願可以再踩15%時間的長度 不管是要挖礦啊 或挖石頭 都可以再挖得更久一點 那瑪雅人呢 他的老鷹呢 也是唯一一個可以血量高達100滴血的老鷹文明 這個黃金果點下之後 每個老鷹都是100滴 那他的弓兵折扣也是非常非常多的 不管你是要打強國兵 或是打這個寶兵 羽毛尖射手 都會有折扣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我們先看到地圖方面呢 MBL 這裡是黃金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右邊 黃金的位置比較微妙是 他的附近呢 是在這一塊 其實是蓋梯是有可能會被控制住 但是右邊這一塊就很不錯 整體來看黃金的位置都很不錯 而且都可以圍起來沒什麼問題 這邊可能要圍到底 或往右圍都是可以考慮的 那哈特這邊的黃金位置就比較難受一點了 一個是偏靠前 跟MBL這塊黃金也是 都是偏靠前的位置 那一樣黃金都是在右邊 但這個黃金位置並不是藏在裡面 這就有點尷尬了 那哈特的黃金位置整體來說還不錯 一個在右邊 一個在左邊 一個在正前方 兩邊的位置都是一樣的 但是哈特這邊有細節的部分 是他的果子在後面 當然就非常好 因為他是唯一一個可以採果子 慢慢產生木頭的文明 所以哈特前期的木頭 會比一般的文明來說 會多一點點 算是一個很不錯的經濟加成 哈特這邊是選擇了棒棒開局 那目前看起來哈特的木頭區會比較難受一點 因為只有兩片木頭是比較 偏外側的 側面這個木應該是不太能挖 所以待會NBL可以專心打木區 可能會比較有更多的甜頭可以拿 哈 好這裡看到棒棒過來了 NBL怎麼對應呢 想要聰明直接走掉 但是沒有辦法直接被刺猴給抓掉 NBL大意了 果然是要偉大 一偉大就出事 好NBL點一下一擊伐木 那裡轉了槍兵先擋一下 兩隻棒棒還在騷擾當中 槍兵按多一點 弓兵出來 先打老鷹 右邊繼續圍 透明本來想再圍 結果看到棒棒過來 拉過來挖黃金 還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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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錯掉了這隻棒棒棒棒 最後是抓掉了一村 還可以接受 這邊有騷擾稍微騷擾到NBL 這邊維加的節奏了 好那這邊NBL擋住之後 工兵要趕快出門了 好但是哈特這邊是先轉出了工兵 早就已經應對好了 棒棒轉攻 好那先在家裡稍微防守一下 家裡圍好之後 槍兵過來 差點戳到 好左邊的老鷹跟毛兵追出來了 想要追掉這隻殘血的工兵有點困難 結果回頭了 現在這三隻工兵很關鍵 好 葡萄人走工兵開局 封建時代就可以享有八折工兵的優惠 就彷彿是你玩 玩這個兇人 帝龍時代八折 以城堡時代工兵就是八折了 但不到可惜的是他的馬功 是沒有重裝馬功的 所以他這個文明不太能打馬功 有些頂尖高手也會在城堡時代 初期打馬功 帝龍時代 再回轉打火槍 風琴炮 或是走強奴路線 我覺得這些轉型是蠻有趣的 遊戲的節奏會完全不一樣 好那現在MBL 這裡是有35隻村民 對上36隻HOT 說明書少一村 那馬爾人開局其實多一村的狀態 所以經濟上來說並不會差距太多 兩邊的毛兵工兵互打 但是沒有辦法打到太多的東西 現在MBL的工兵有高地優勢 但是這個毛兵數量太多 直接投爛 低打高照樣投死 好 葡萄人點下了城堡時代 那這邊要開始補馬舊了 大尾葡萄人十之八九 城堡時代會打騎兵 補了射箭場 那就是雙射箭場攻兵開了 OK 看來並不是我想像中的那個打法 那我覺得這邊轉騎士可能還是比較強 畢竟對面現在這個配兵組成 是毛兵配老鷹 走騎士路線直接全吃 加上自己現在本來就有這些毛兵跟工兵 好 那HART應該是蠻貪氣的 應該是都要出 騎士跟工兵都要 只是工兵可以在封建時代就可以先蓄起來 待會到城堡時代就可以直接鬼轉奴兵了 好這一波 換完之後 NBL被稍微打退了回去 老鷹都殘血掉了 好馬上停下來二級射 還有奴兵的射擊 還有騎士 正在量產當中 一個很標準的騎士 工兵轉騎士 這個節奏相當好 騎士也要過來攔截老鷹了 看到你了 先打殘血了 殘血全部收掉 OK 那現在老鷹全部被收光 工兵過來攔截掉了槍兵 NBL家裡 直接補了一個城堡 要來打複合 不是複合弓 這個羽毛劍射手 哎呀 很久沒有看到這招了 那羽毛劍射手 傷害 比工兵少了一點 所以 會比較尷尬 這個傷害可能會有不足的問題 而且 產人來說 也需要從城堡產 不像從射箭場 慢慢產工兵 就可以量產起來 但是他的優點呢 就是跑的速度夠快 就像馬公一樣 OK 現在兩個的 很正東西 繼續開農 NBL 是打了一個雙射箭 雙TC 轉城堡 好 羽毛劍射手 配森里的路線 好 現在囤到了7隻 這裡也要被打破了 二級射點下大雪 沒有補 先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先轉一個青頭 好 關鍵手 適量來到了10隻 先用森里稍微招響一下 好 來到11隻了 彈道雪已經補了嗎 哎呦 在後面喔 我真的補很快喔 NBL這邊經濟師真的蠻不錯的 好 可能要有 大事了嗎 哎呦 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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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滴血 對上50滴血 差了15滴血 好 這邊有彈道雪的 蠻好人 想要多抓一些工兵 總覺得抓到頭部洗流 頭子車來了 但是後面沒有生鋁 媽 有有有有帶生鋁 OK 這樣子頭車出來就沒問題 NBL這一波打得很好 直接反殺了這些工兵回去啦 射程差了一點 好 卻還能打回去 好 真的是靠著自己的體質優勢 硬扛 而且這邊是有二級的工兵鎧甲 好 但葡萄牙這邊也是喔 兩邊都有二級的工兵鎧甲 現在葡萄牙人騎士只能稍微擋一下 頭車要過來了 這一波包夾 頭子車很關鍵 來 想撿生物 確定不撿 要來回頭招翔 硬招 生鋁被打倒一隻 騎士一隻都沒招翔到 頭子車也被秒殺 NBL這一波尷尬了 生鋁全倒 那全倒的話就難受了 好 葡萄牙人點下了手推車 現在有點卡人口 提借那個房子 好 頭車拍到你一下 解決掉兩隻工兵 哈城經濟很不錯 來看一下市場價格 好 NBL好像沒有補4級 哈城應該是有補 兩邊都沒有補4級 真的耶 這是兵工廠跟射箭廠 OK 那 這樣就很尷尬了 好 剛剛掌門就補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食物的價格 買100食物要149塊黃金 賣食物可以換79塊黃金 哇 這個黃金量是真的多啊 好 葡萄牙人這邊想要買賣一波上帝龍時代 來看一下這個黃金消耗量有多麼誇張 欸 好像只要買100肉就行了 但是4級還沒蓋好 甚至不用了 直接靠農田裡的村民就直接上1000肉了 OK 不用買賣相當舒服 好 我們要開始稍微觀察一下4級的這個資源變化量 好 現在聽說奴炮都有彈道學了 我們來看一下是否真的是如此 好 奴炮稍微串燒 唉唷 看來是一般奴炮 都有 都有彈道學囉 報辯不是重型奴炮喔 哎呀 這個GPT騙我 說升級重型奴炮才有這個彈道學 看來是一般奴炮也有 那我覺得不管有沒有奴炮 這個 強度並不會太大的影響 就遇到同時車還是在落賽還有火炮 所以奴炮只要他的本質不變 基本上能做到事情並不是那麼的多 好 這邊在穿 有 真的有彈道學 這看起來就是有彈道學 哎呀 瑪亞人 現在也可以出魔砲來玩玩 好 這裡直接高地蓋跟堡 葡萄人本來想要來潛壓堡 就是遇到了這些大量的 城堡 大量城堡 躺不住 這個箭矢數量太多 但地獄師帶已經領先了 NBL喔 地獄師帶應該要來轉老鷹 沒錯 換了0台獎 工兵這麼多 我還有白血老鷹 他有僧侶 我為何不轉老鷹呢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判斷 這裏面的兵種是什麼 我就轉種兵種去扁他 雖然升級會有空殤棋 但轉出來就可以要他命 那葡萄拉也知道現在自己的配兵 很容易被老鷹給壓制住 開始再轉騎兵路線了 好 本來這邊想要走進去 但是被TC反殺了回去 好 直接控回來 這把斯汀這裡並沒有使用 戰稿模式 而是用這個一般的 攻擊去點TC而已 好 現在巨頭出來 瑪雅人正在轉步兵鎧甲 家裡的位置開始在補均勻 老鷹三級 二級的步兵鎧甲 復衛技術 三級的步兵鎧甲也要趕快點 巨型頭司機也要按 好 現在葡萄人 怕血也好了 火炮呢 火炮沒有木頭 按不起 先轉了火槍 火槍應對加騎士 OK 那哈德就不會被秒殺了 那現在反而是看起來要被秒殺的 反而是NBL這邊 NBL這邊老鷹已經升級上去 精銳英勇士還有30秒 除了時間 巨型超司機正在攻城當中 巨頭沒有扣好 想不到為什麼 這個用這個 設定集結點按巨頭點城堡的話 他有時候就會自己衝出去 反而不會向這個原地架起來開始攻城 不知道是不是BUG 這個問題好像持續了一段時間 自己在玩手裡這樣感覺 命令都已經設了集結點 他硬要還是要走出去送 怪怪的 好 這邊存一下700肉 750肉 點一下黃金國 黃金國一定要點 存個肉 用裡面的城堡研發 右邊這個城堡東西 還在被打 黃金國已經提升了 現在還缺300肉 點一個三級步兵鎧甲 好 現在騎士 最後面追一下老鷹 現在老鷹的血量 只有少少的60滴血 多了40滴血 直接BUFF了70%血量 還是75%的樣子 好 三台巨頭繼續進攻 黃金國還有10% 還有10% 老鷹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好 三級的步兵 板甲技術 點了 老鷹看到右邊有戰毛兵 拉老鷹過來解決一下 好 羽毛監射手 沒有再繼續轉 甚至連化血還沒有點 巨頭拆掉了第一根城堡 這裡逐城戰法 成功守住了 這三台巨頭 不怕老鷹衝 現在葡萄人 點下了金冠技術 火城槍 火城槍點下直破 這些火槍兵 就會射得非常準 好 老鷹其實真的很怕火槍的 但是沒有正面砍住前排 火槍的輸出空間其實很少 好 騎士要趕快先測一下 騎士數量要穩定 好 二級攻要趕快點 馬爾仁 安倍爾羅 工房趕快提升 抓掉後面的火槍 好 二攻趕快點下 現在安倍爾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趕快撐到三攻為止 因為人家的成型速度會更快一些 火槍即時成型 這時候先不要打 至少自己是滿機體的時候再打 會更好 好 巨頭直接走了出來 這裡要不要繼續圍一下呢 好 把所有的騎士跟工兵存在這裡 但是老鷹跟羽毛劍射手已經溜到了後面 開始多線騷擾了 好 羽毛劍射手在後面 騎士也在後面輸出 這一波羽毛劍射手抓到蓋梯斯的村民 哎呀 又賺了一波 結果這一波騎士受不了了 你的兵居然都在我家後面 直接衝 但是後面騎士 有點難受 正面的老鷹直接往前推進 工兵在後方 可能要被老鷹吃光了 完全打不贏老鷹 白血老鷹生存的歷史還是太好 吃掉了大量的工兵 工兵直接潰不成軍 全部吃光 正面部隊全倒 後面家裡也是一團亂 老鷹飛進去之後 哈特家裡突然沒有辦法控制好經濟 聰明樹下降的非常多 但是MBL聰明樹也只有80吋而已 聰明樹也不多 兩邊的聰明樹都下降的很誇張 MBL這邊是 支援量落後非常多 但是靠著白血老鷹打了回去 支援差距7000 居然還反推了 成功 這就是瑪雅 各位 瑪雅就是這麼的誇張 白血老鷹非常的猛 這邊稍微早想到幾隻老鷹 但是現在金礦農田 加雷絲一團亂 支援量明顯有所拉近 這裡有更多老鷹過來 火箱開始防守住 老鷹繼續追 火箱送過來 打老鷹很快 高打第三非常高 羽毛劍士手過來射一下 火箱兵 當火箱被有三級的工兵鎧甲 坦度還蠻持足的 反而是弓箭手 只有二級射 沒有化水 沒有三級射 根本射不穿 火箱兵直接躺著所有箭矢傷害 搞定這坨火箱配老鷹 這個 工兵配老鷹 不是火槍 好 那現在MBL 黃金素還有七千多塊 繼續爆老鷹 但是三公呢 肉不太夠用 甚至連村民也沒怎麼再去按 現在經濟有點糟糕 MBL要不要靠個四級買賣一下 好有四級在後面 現在要買一塊肉要一百四七塊黃金啊 是我我也買不起 以前的話 可能MBL他們 就直接買了三百肉點個三公 先把攻擊點好 剛好沒講 他還是買了 花了三百肉 買了四百四七塊黃金 還是買 這個肉直接買到了 一百塊肉要一百五十五塊黃金 太猛了太猛了 這個價格非常的昂貴啊 好 那現在誰把經濟先控起來 那優勢就會非常巨大 那現在MBL 並沒有打算要 繼續按村民了嗎 村民下降的有點多 現在還有八十村 現在只剩下七十二村 MBL的經濟並不是很好 火車拍到了一下 再往後拍 有十二級這隻火槍 火槍都倒了三隻 老鷹受不了 三公還有三四秒時間 但是城堡是要成功 三公成成功了 騎士直接扛在前線 沒有三公的老鷹 打老打騎士要打很久 這一波衝過去 果然是MBL 又打輸了 OK 老鷹全死 三公才剛好 尷尬了 這一波衝過去 經濟明顯要被拉開了 MBL按了非常多的老鷹 但是卻一直沒有辦法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城堡雖然有拆掉 但是一直被擋下來 黃金不知道能不能撐得住 雖然有支援有序15%的效果 黃金可以挖得再更久一點 但是現在基礎村民宿只有73村 村民差距來到了50村 怎麼打 差了50村 MBL不管了 就是繼續爆老鷹 現在跟你拼經濟也沒救 但是拼軍事也拼不太贏 甚至現在HART只要按出火炮 這兩台巨頭 綽綽有餘 但是騎士數量好像不太夠 老鷹過來的話會有點難打 火槍開始慢慢往後拉 但是前面直接倒了五六隻老鷹 老鷹開始扛不住 直接吃光 右邊的老鷹也衝了過來 騎士上去貼 但是貼不太贏直接吃光 老鷹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但是正面的老鷹已經扛不住 騎士開始在抓挖金礦村民 HART現在還能擋得住 這一波的傷害 正面的老鷹全部死光 火槍直接射爆 大爆射 OK 火槍22隻已經擊殺掉了77個單位了 這一坨火槍 穩了吧 老鷹直接被射穿 火神槍就是這麼的OP 火炮一出來兩台巨頭倒光 遊戲結束了各位 這一波老鷹再衝進來也沒用 現在老鷹被這些騎士擋 應該也是能擋下來 好這裡直接賣了300木頭 換了109黃金 還賣了100食物 換了76塊黃金 葡萄牙最喜歡你買食物了 我這裡八折黃金 繼續省下更多資源 基礎資源更好 葡萄牙可以換到更多的八折冰的優勢 好 好 看來這次改版對所有文明真的是有大大的影響 真的是4級改版 對於C帝國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緩解 原來這個4級一改 會影響到非常多的文明跟打法 雖然對於一般的搶成戰術來說影響不大 但是對於帝王時代後期 這個黃區黃金的後期總量 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 好 在這邊資源量已經慢慢聞起來 138吋 開始買賣囉 可以看到資源賣了非常多的黃 賣了非常多的肉 換了一堆黃金 好 待會指出重裝騎士 也可以把MBL的老鷹 愛與3D到 按3D上打 為什麼 MBL這時候開始在按村民啊 你剛剛不按 現在按 是否搞錯了什麼 剛剛 還有巨頭 可以稍微擋一下 拖一下時間 但現在按的話應該是沒機會了 因為現在黃金基本上是挖完 要去外面挖黃金 一定要有兵力才行 但現在這個兵力明顯擋不住 M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哈特拿下比賽勝利 哇 MBL這又是出了198隻的老鷹 但是哈特穩扎穩打火槍 重裝騎士 扛住了白血老鷹的衝鋒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哈特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當然不得不說 這次的4級改版 讓很多的戰術打法會有些改變 會更 會需要更加善用4級的這個價格 去獲得更多的優勢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午再見囉 各位掰掰